港幅油气太贵,买点卡靠谱吗?会不会搬机?这个视频说说PSN港幅点卡 以前我的PS4经常买点卡充值,主要是便宜和方便 后来就不买了,用某富宝和某信直接买 虽然贵点,但是我更相信自己 那么得出第一条结论,凡是自己能办的,我从来不求别人 第二条结论,那就是别谈便宜 特别是价格低的离谱的,容易吃大亏 那怎么才算低的离谱,什么算不离谱呢? 举个例子,比如我想买一个月的二档会员 80港币,自己直接买大概需要73人民币 汇率大概是0.92 如果买点卡充值,80港币大概会需要68块钱人民币 汇率大概是0.85 这个0.85汇率算是主流的大众的价格 再比如,我想买一年的二档会员705港币 如果买点卡充值,要买720港币的那款 实际花费620人民币,汇率还是0.86 因为一年会员只要705港币 买完前班还剩15港币,可以留着下次买游戏再用 如果720港币,自己直接买大概需要660人民币 自己买比点卡充值要贵40块钱 目前市场上,那么多卖PSN港付点卡充值的 有很多商家销量非常高 口碑评价也不错 你们去换算一下他们的价格,就是用你花的人民币除以80 基本上都在0.85附近 如果你遇到特别低的,就要小心了 它可能走的是非主流渠道 可能有班机风险 结论就是,如果你在港服PSN商城支付受阻 或者想便宜点,就便宜一点点啊 是可以买点卡充值的 但一定要筛选商家 选那些销量大的,汇率主流的商家 切莫贪大便宜 就好比一个全新的PS5手柄 大部分商家都卖400块钱 忽然你碰到一个商家卖250 问你要不要,那一定是个大坑